嗨大家午安 今天要直播分享的车总叠呢 是三菱的Outlander 2.4 那这一台呢是前置引擎前驱的 他原来的车主呢是好朋友 因为他换了这一台之后呢 还是一样选择KT的变性 因为之前也是安装的呢 也是也是KT的 因为有点出了一点事故呢 所以那台车换掉了 所以一样是换了一样Outlander 然后选择的一样是KT的避震器的 他原来有装的鲤圈很特别 这是20寸的 后面的话是9J还是9.5J忘记的 前面了 后面的话是10.5J 超级大的尺寸 这是2 二二四五三零二十 二四五三零二十的 前后配 后面的话呢 等一下会有一个小孩小海拉风 他前面的便器已经拆下了 前面的话原来是配这应该是TS吧 TS的短弹簧 还有其他这个防寝王的类似的装饰 这是前面 前面原厂的便器了 四敏谢谢啦 四敏谢谢 你说还会分享那个主尼 你说调21格 OK谢谢四敏 谢谢四敏 这个是四敏的车是CRV的四代 谢谢 而且都是对KT很捧场的车友 那这台Allander的前面我们配置的是8公斤 其实这台呢跟车主之前一样 从我们家的设定全部都一模一样 连车高我们都帮他设定成一模一样的车高 这台的前悬吊呢 跟三菱的另外一台车 Police前面的悬吊机构其实是一样的 Hello大侠无安 大侠无安 大侠是我们北区 也是北区 伴送我们KTDNC的业务 如果需要试程呢 或者是有样安装呢 都可以跟业大侠 板上的业大侠联络 你也要留个资讯 大家才知道怎么跟你联络 再回到这个是Allander Allander的前面 这个是他的ABS感应线 还有油管固定架 他其实有做原厂就做了一个支架 那这个是原厂的固定螺丝 12号的 这个应该是M8的螺丝 那我们的所附的位置呢 就都跟原厂一模一样 这个是Allander的前面 刚刚已经安装的时候呢 这个前面是我安装的 前面的话会架设一个水平 让他CAMP定位的角度呢 不会跑掉太多 不会跑掉太多 那这个是原厂的离载串啊 原厂离载串的位置呢 我们就做跟原厂一样 所以离载串呢 也不用再改了 所以就直接沿用原厂的离载串就可以了 几个KT的部分的话 里面的主尼油 IP的 意大利镜头的IP的主尼油 这是一整桶都是从意大利原装镜头 不是授权来台湾混装的 这个是意大利血统很纯正的意大利的主尼油 然后油光的部分的话是日本的MOK 那这里的转片 这里的有一个不锈钢的转片 还有加二流花木的铁布隆的转片 这是前面麦花层的玄钓设计的话 我们就会加这个 可是呢 如果是像FIT呢 还有Yaris上部轴承在外部的话呢 就不会加这个黑色的铁布隆转片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上座好了 上座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有副上座 这个里面的轴承呢 上座的话会有一个直推轴承嘛 这个轴承的话呢 是用的是日本 这里面有一个轴承 日本的口诱的轴承 嘿小凯冠军车手 小凯你好 小凯谢谢 来这个是 我们家的KT的 调整软硬的主尼 主尼玄钓 因为这个这里介绍很方便 它的面积很大 所以我们大概来调整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顺时钟呢 这里有一个H 顺时钟它就会变硬 那意思就是变软 KT的话 道路板 竞技板 都是做30段 都是30段的主尼调整 所以主尼呢 就从这个地方做调整就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拆装容易调整也相当方便 这一台呢 不方便的地方在哪里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话呢 我们先暂时设定大概在15段左右 15段 这是2.4NA的引擎 那个车主啊 小猪 小猪也有改了水箱 陈慧文老板娘 你好 你也在收看我们直播 这个是SAMCO的 SAMCO的那个 气胶水管 这是气胶水管 这个是铝合心的那个加大水箱 散热效果一定会非常好 刚刚介绍的是右前方 这个也有改了一个 刚刚很仔细看 这个好像是正卡路的 那个引擎式承杆 这个是左前 左前已经装好了 左前已经装好了 刹车的话 车主小猪啊 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币电器弄好之后 就会装上去的 因为他想要把20寸的铝圈 把它塞的满满的 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 刚刚说不方便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后面 后面的话呢 剪场的已经拆下来了 这个是左边嘛 左边已经拆下来了 右边也右边拆下来 右边也已经 右后的话是已经装好了 后面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有附上座 脚管在这里 从真可调 就是靠这里来调整车高的 从这个地方调整车高 后面刚刚说的 属泥啊 调整不方便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后面要拆成这样 多麻烦 后面的话呢 因为它的板件都没有空隙 所以它的上座在这里 那没有办法从这里调整软硬呢 那要怎么办 我们只好征求车主的同意 车主说当然要为了要方便 因为它在家人的时候 就是要调软一点点 你看后面还有安全座椅喔 所以要舒适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调软一点点 所以没得调啊 它上座没空间啊 所以怎么办 我们是要把在这里钻了一个小孔 让这个这里啊 这个调整杆呢 从这个地方延伸到这里 所以直接呢 从车次里面就可以做调整 那当然啦 施工上就会比较不方便了 你看后座得像这样拆到 把它拆掉才有办法做钻孔的动作 这个是右后 右后的话已经施工完毕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做软硬的调整 一样 顺时针呢 变硬 变硬 逆时针 就是变软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做软硬的调整 但是 施工呢 施工就会稍微 比较久一点点 因为需要钻孔啊 需要钻孔 需要钻孔 有的车系的话 是不用那么麻烦 有的车系直接 橡皮打的话 把维修孔打开 就能够调整软硬的 那Outland的话 它的设计呢 跟Lancer的Sportback 后面是一样的 这是做密封式的 所以后面呢 就只能做一个钻孔啊 然后再做上部的调整 这是后上的结构 那基本上这台车 安装起来都还蛮简单的啦 最主要是要 把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拆掉 这些饰板要拆掉 才有办法钻孔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铝圈 很特别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20寸 超级大贼数啊 你看都做崩开了 这个应该崩开到一半了 这一个尺寸是 看一下 一样是20的啦 20的 应该是245 2453520 2453520 来 后面的J数很夸张 10.5J 20寸的10.5J 所以这个如果改了气压 或者是车身降很低之后的 视觉感一定很特别 很好看 要来一下 不行 这里有点卡卡的 那个洞太小 所以要再转大一点点 想要把这个呢 撑起来啊 那结果这个洞呢 来这个洞呢 算得太小了 所以他就卡卡的 等一下会再把这个洞呢 再在孔再扩大一点点 让他比较顺 就是后面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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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啊 像小树这台呢 日后呢 一定会降很低的 那降很低呢 当然啊 一样会吃轮胎的内侧 之前有喜美八代啦 喜美九代 还有Fortis呢 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如果呢 车高有要降很低的话 那这一只 这一只 来镜头上的这一只 这一只呢 原厂的洋角啊 其实他并没有办法做调整 可是当车高降低之后的 Camber的角度 就会变得比较怕 所以 如果为了避免痴胎呢 就会建议啊 要改洋角调整器 就是把这一只呢 改成客调的 上个礼拜的01年到07年 那一部Lancer 那一部的话就有改了洋角调整器 就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如果有对这个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大家 可以看一下 上回的那个直播 就是要改这一只洋角调整器 Hello 梓杰你好 梓杰下午安 所以这个后面的话呢 其实他的悬吊系统 也跟Fortis呢 是很相近的啦 Outlander的后面 那如果是 14年之后的话呢 这个宽度啊 这个 避免器的宽度啊 就稍微不太一样了 所以要年份的话 不同的话 改款之后的宽度呢 也不太一样 KT的粉丝团里面 也有分享过 新款的Outlander的安装 这个螺丝都有加上 因为他本来 本来还有 变那个Spacer 这是后面 通用型的Spacer 这个等一下会 变上这个Spacer 这是通用型的啦 通用型的Spacer 那后面的话 调整车高呢 就从这个地方做调整 哈啰 小猪 你是车主耶 来跟大家挥个手 介绍一下 再用你的车做直播耶 你的后面喔 你的便器已经装好了喔 车高的部分呢 会从这个地方做调整 这个托盘呢 转松之后啊 统身往下调整 它的总长度啦 这个长度变短之后 车高就变低了哈 它的长度变长呢 车高就变高了哈 嘿小猪小猪大家好 对的 这个是后面 后面已经装好 那我们来 来让车主小猪看一下 他的前面也已经装好 小猪说要传照片给你 可是等一下 因为都还没有空 那个同事也都有拍很多照片 等一下他们用单眼拍的 也会比较漂亮的 再传给传给那个车主小猪 嘿 好 这是前面哈 前面的便器也已经装好了哈 小猪你要海拉风喔 喔对啦 这样的旅圈真的就是要海拉啦 对啦 可是后面我还真的还蛮怕 因为你刚刚 嗯 来的时候啊 后面的旅圈 已经到外面这里了 所以啊 我等一下降下来之后 我再拍个照片 让你看一下 嘿 啊 我也对啦 嘿啊 小猪又要改了 对没错 他的今天的进度 是要改那个避震器 也是要改避震器 然后 煞车的话 听说小猪也已经准备好了喔 谢谢小猪啦 那么捧场我们家的避震器 你的身份哈 如果捧场我们家的避震器啊 真的还蛮特别 因为你第一个 你本来都是装进口的啊 然后 呃 工作性质的关系 也都接触接触了很多不同品牌的避震器 所以你能捧场我们KT的避震器真的是很荣幸耶 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好 来 这是前面前面已经装好了 所以等一下呢 这个前面 我们都是装大概15段 前面装15段 后面的话呢 等一下会装好 之后我们再做微调 现在后面师傅还在做钻孔的动作 下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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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也对啊 对啊 他钱多要多花一点 对啦 促进经济发展嘛 对 后面哦 师傅有再把他钻大孔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再抽高 好 我抽看看 哦 还是有一点点紧哦 但是可以了啦 可以了 还要再拉高吗 有 好 来 我把这个线拉高之后呢 上座的螺丝呢 就跑出来了 等一下就能从这里做 做上座的走步了 阿罗帽在旁边 我帮你走一走 有办法再上来一点吗 好好 okokok很ok 里面那一颗手不够长 所以呢 这个上座呢 就在上座的这边 我们看这里 上座的锁好之后呢 他的螺丝 那个延长的调整杆 就在这里 对啊 小猪没有在现场啦 那个车主小猪 阿伟 车主小猪 他今天是在 还在上班 我们去帮他把车牵回来 因为今天下午 刚好有空档啊 所以就趁今天帮他弄一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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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座等一下 会锁好之后呢 以后呢 后面的调整 然后 Outlander的话 就从这边做调整 这里其实 还蛮麻烦的 因为要把这些东西拆开 才有办法做短孔的动作 所以 以后呢 调整主 你就不用整支DNC卸下来 就从这个地方做调整 那跟之前分享过好多台的Outlander 那Outlander台中要去哪里试程 Outlander 就搜寻一下台中的武器车 在周际棒球场旁边 那边的话 老板都有试车可以做试程 这是后面 后面的安装的话呢 就 需要做钻孔 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做骨骨的调整 好 所以 小猪的那个 小朋友的那个 安全座椅都 还是放在后面 所以我们 其实对这台车的 那个 舒适度 也都要有一定程度 才有办法满足Outlander 车主的需求 毕竟 这个 都是 都是休旅车 所以我也不会做的太静寂 这是后面 OK 那今天的那个 安装分享 差不多 现在只剩下后面 把延长调整感 把它装一装 就差不多 OK 了 这台车的外脚车 算 很好的 小猪 露得很漂亮 好 好 那今天的那个 Outlander的直播分享呢 可能会先 先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等一下会再补一些照片 会放在 那个直播的文的后面 再请大家 一起看一下 有问题 对车子 要试诚也好 或者是对产品有问题呢 都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系 很欢迎大家试诚看看 阿伟你说他的要禁忌修理车 不行 不行 现在呃后座有一个 好像肚子里面又有一个 我都有在follow小猪哦 所以要舒适安全 最重要嘛 对不对 ok 那今天的下午的直播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okok好 拜拜